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3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按惯例来一起了解一下 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 那么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一将拉开帷幕的2024中国两会 那么中国两会对于中国人来讲,毫无疑问,是年度最大的政治活动之一 尽管这是中共共产党主导的,但是中共共产党在控制这个国家 所以他用10天时间来开这么一个漫长乏味的会议 你不管你愿意看到不愿意看到,它都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对中国的经济也会带来重大影响,所以这两会值得大家关注 第二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下周三,下周四连续两天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分别接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咨询 那么在这种例会上,议员们会对美联储的政策以及政策的走向 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投资者能够借助国会的平台,进一步挖掘了解 美联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未来他们可能的政策调整方向 你会得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周三周四这两次咨询不要错过 第三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四美国将公布一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毫无疑问,美国舆论更关注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状况 第四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事件,是在两会期间 未来一周,中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发布 一个是周四将会发布中国二月份的外储数据 那么相信这个数据对中共而言毫无负担,毫无压力 因为外储的实质性的内容,以及外储的实际状况 它不会报道,也没有人知道,甚至包括全国人大代表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数据只能是中共自言自语 周五将会发布另外一个重要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显然很多人都可以参与议论 那就是二月份的通胀数据 因为目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这个还不是与发达国家不同 它与发展的国家也不同 因为多数国家都处在一种高通胀的状态 而中国已经持续一年超低通胀 甚至有比较明显的通货紧缩的症状 所以中国官方也急于摆脱目前这样一种困境 希望通胀数据能够转正 那么二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能不能转正 这个对于判断中国是否走出通缩这样一个危机啊 这个泥潭呢非常重要 那么鉴于两会期间 中共呢是很不愿意见到坏数据的 所以不排除周五这个数据 统计局要加个班 当然如果太糟糕了 就像二十大期间 中共遇到很糟糕的GDP数据 那么习近平就下了命令 不通报 二十大会议期间不通报 会议结束以后再通报 那么同样 假如这个通胀数据特别糟糕 相信习主席又会下命令盖牌 第五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是周五美国将发布二月份的非农数据 也就是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岗位数 这个是衡量美国就业状况最权威的数据 那么美国的宏观经济 全社会主要关注两大指标 就第一是就业 你有新增加多少就业岗位 有多少人失业 第一是就业问题 第二就通货膨胀问题 你至于什么GDP也好 你至于你其他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好 那个没有人关心的 因为你只要有工作 第二物价不太高 那么人们生活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它是简单 最复杂 那么周五这个非农数据 也是3月19号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 最重要的宏观数据之一 所以对美联储的影响也会很大 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昨天法国世界报突然报道一个很奇怪的新闻 它标题就是 法国外长保证法国与德国之间不存在冲突 这个法德周心 法国德国领导欧盟 怎么会突然出现了法国与德国要爆发冲突呢 而法国的外长又紧急保证说绝对不会发生冲突 这究竟是个什么事呢 那么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 法国外长昨天称尽管法德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但法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分裂 法国外长保证法德之间没有冲突 我们在80%的议题上意见一致 那么所谓的法德冲突在欧洲内部是一个很大的事 在欧盟以外呢 欧盟尽量想把它掩盖起来 但是这个事呢可能也盖不住了 所以法国的外长不得不公开来谈论 他事先的起因呢是上周在巴黎召开的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上 法国总统马克龙呢 含沙摄影的批评了德国 所以这个大家就能够体会到 就欧洲的媒体啊 他们还是选择性的报道的 就大家只在那个会议上 只了解的马克龙说 要向乌克兰派地面部队 就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他们内部吵得一塌糊涂的很多事 欧洲媒体也并不报道 美国媒体英国媒体都不报道 他们似乎呢为了维护一种团结 但是呢到这两天呢 这个矛盾遮盖不住了 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上周在有关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上 他含沙摄影的说 某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犹豫 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某些重型武器 那么西方舆论理解呢 这个就是指责这个德国不愿意 给他那样一种冲成导弹给这个乌克兰 那么德国总理肖尔茨呢 他用他的方式也回击了马克龙 他没有在马克龙指着 他不愿意提供重型武器上回绝 他就抓住马克龙说 要向乌克兰派遣这个地缘部队 肖尔茨在第一时间公开对媒体说 不可能绝对不行 那么他说这个不呢 显然是打脸这个马克龙 那么马克龙也不示弱 随后他也解释 他说我提出来向乌克兰派地缘部队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并不是一时兴起 那么真正的矛盾呢 并不是在派不派地面部队 真正的矛盾就是 法国非常不满 而且在欧盟内部挑起了 多数国家谴责德国 是德国不愿意提供 射程超过400公里的暴风引导弹 这个是德国一个很先进的导弹 德国到现在还在犹豫 那么德国人呢 也不是吃素的 马克龙他提出要派地面部队 支持这个乌克兰 德国人否决 但是德国人呢 最怕法国人提这个暴风引导弹 那么德国人不仅仅是 驳持马克龙 他们也在欧盟内部也造谣 或者是也在散布对 法国不利的观点 德国人呢 在欧盟会议上呢 说马克龙讲这个话呀 批评德国也好 说要派地面部队也好 这个就是作秀 他是为了在欧洲选举之前 为了博眼球 为了吸引选票 这个是拉票之举 并不是为了乌克兰 这个一说呢 坦率来讲 这个就打到了马克龙的痛处 法国有没有这个意图呢 显然有这个意图 因为在援助乌克兰的 绝对的这个经费上 美国一家独大 排第二位的是德国 所以轮不到你法国来 指责这个德国 所以德国人呢 对马克龙最近一些 离谱的这个言行呢 是很不满的 那么针对德国人的 这一系列的反击 今天法国外长 除了在讲 保证不与德国发生冲突之外 他也批评德国 他说问题不是选举问题 而是生存问题 乌克兰之所以成为选举辩论中心 是因为事实上 这个问题存在立场分歧 我们不希望出席这种情况 而是希望各党派能达成广泛的共识 在这个问题上 必须要打败俄罗斯 必须要让俄罗斯付出高昂的代价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内部的矛盾问题 这个是面对俄罗斯的问题 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只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尽管法国外长呢 是报平安 是说跟德国没有太大的事 但是他在报平安的过程当中呢 又更加犀利的在攻击德国 所以这俩国家 因为表面上因为乌克兰 实际上是为了争夺欧盟的领导权 而打得不可开交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印度媒体的一个报道 报道标题是 从中国死网巴基斯坦的船只 因涉嫌核计划物资 在印度孟买被拦截 印度官员周六表示 一艘从中国死向巴基斯坦的船只 在孟买纳瓦斯瓦被印度安全机构截获 原因是怀疑船上再有一批可用于 巴基斯坦核计划和导弹 按照设计的军民两用物资 印度海关的官员根据情报 在孟买的纳瓦斯瓦港 拦截了一艘前往卡拉奇 悬挂马尔他国旗的商船 并检查了这批货物 其中包括一台最初由意大利公司制造的计算机 速控机床 速控机床基本是由计算机控制 其生产效率一致性和准确性 使人工无法达到的 这项技术可控制各种复杂的机械 如磨床车床 磨面机和速控开料机 那么自1996年起 速控机床被纳入关于常规武器 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斯纳尔协定 这是一个国际军备控制的制度 旨在防止军民两用的设备扩散 印度是该协定的42个成员国之一 参与了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产品 以及技术转让信息的交流 朝鲜在其核计划中使用了速控机床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一个小组 检查了这批货物 并核实了其在邻国巴基斯坦核计划中的潜在用途 官员们说 这次扣押行动与防止巴基斯坦和中国潜在的核扩散的努力是一致的 根据装货单的文件 这批货物来自中国 详细的发货人是上海JXE全球物流公司 收货人是巴基斯坦西尔科特有限公司 然而安全机构更深入的调查显示 这批22180公斤的货物 是由太原矿业进口有限公司运往巴基斯坦公共工程公司的 报道指出 巴基斯坦国防供应商公共工程公司 自2022年3月12日 印度当局在纳瓦斯瓦 接获的一批意大利制造的热电仪器以来一直受到审查 那么从这个新闻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印之间 这种矛盾呢 还是比较尖锐的 印度对中共的防范 对巴基斯坦的防范 他们的警惕警戒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上个月 美国特拉华州的这个横平法院 对特斯拉奖励给这个马斯克的56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呢 宣布作废 就这个事啊 震惊了世界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横平法院做的最大的一笔判决 那么这个事儿 马斯克还在抗诉 也做了一些报复性的举动 就他的有一些公司要搬离这个特拉华州 那么今天相关的新闻发酵又爆出一个大新闻 就这几个律师啊 就帮助小股东起诉马斯克赢了官司 赢了官司之后 他们要提出高额的律师费 而且高额律师会费呢 还不让这个小股东出 要让特斯拉出 那他们要多少律师费呢 要60亿美元的律师费 那么由三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这个小股东起诉马斯克起诉特斯拉的这个律师团队 他们向特拉华州的这个横平法院提出诉求 说他们要收律师费每个小时288888元 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中国人呢 他们这怎么这么多巴就接近30万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代理了这么长时间 总共他们要求三家律师事务所希望分60亿元的律师费 而且这个律师费点名道姓要特斯拉出 那么这个事当然会让马斯克会暴跳如雷 但没有办法 这个是他有这个权利的 最后能不能拿到这个60亿 那看法官 法官判了60亿 那就是60亿 那么有的网友说这个会不会很离谱呢 美国还真有这种先例 就在当年呢 安然做假账 安然轰他骗了股东 那么这些小股东为了维护自己利益 起诉这个安然公司 那么当时提出了10亿美元的赔偿 那么最后这个法庭呢 同意了这些小股东 他们的诉求 那么当时律师呢 在帮他们打赢了10亿美元的官司之后 人家就提出来要给6.88亿美元的律师费 那最后经过讨价还价 最后这帮律师呢 拿了2.67亿美元的律师费 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所以这一次他们提60亿美元 相比较560亿的案底来讲 也不离谱 所以这个事儿 马斯克是非常恼火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你甚至很难避免这帮律师呢 拿到这种高额的这种律师费 因为马斯克官司输了嘛 输了他当然对方律师可以提出来 要求特斯拉马斯克来承担这个对方的律师费 所以这个事儿 马斯克尽管是表达了强烈不满 从今天新闻透露来看呢 马斯克目前还没有太多办法 阻止这帮律师四十口大开 这个就是美国的法律现实 你哪怕是世界首富 你在这种游戏规则下 你就拿他没办法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近日罗马利亚媒体 罗马利亚内幕有一个报道 由于罗马利亚政府公开否决了 华为参与罗马利亚5G网络建设 那么这个将会导致华为损失27亿欧元 那么中国官方也对罗马利亚提出了抗议 但是罗马利亚拒绝华为参与之后 华为为什么会提出这么大的损失预告呢 这个当然是华为为了下一步 在法律层面上与罗马利亚政府进行理论 进行讨价还价 他们做的一种舆论宣传 华为的委托律师 他们发布一个声明 说罗马利亚政府拒绝华为参加5G的网络建设 华为的损失会达到27亿欧元 那么罗马利亚政府凭什么要拒绝华为呢 这个是根据2021年通过的一个法规 那么这个法规的名称呢 叫关于采取涉及国家利益资讯以及通讯基础设施 以及5G网络实施条件若干措施的法律 那么在这样一份法律文件里边 就禁止了罗马利亚企业使用华为的5G技术 那么这个法规呢 它设置了一个程序 就是你罗马利亚的通信公司要使用有争议的一些国家的这样一种5G网络设备 必须事先取得罗马利亚国总理依据国防委员会的决策 以及国防委员会对技术设备软件获得授权才能够参与5G网络 那么现在罗马利亚这些委员会都不同意华为 所以说华为呢被彻底排除了罗马利亚的5G网络建设 那么至于你说你要损失27亿美元 相信罗马利亚政府呢也不会受到这种讹诈 所以这个国际形势啊 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 在5年前如果欧洲国家要想阻止华为的话 那还需要美国去苦口婆心 而且还需要美国去掏钱去弥补损失 现在围堵华为禁止华为 在西方国家已经不用动员了 所以这个才是这个新闻呢 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冲击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中国房地产的相关新闻 我们放在一起来进行分享和分析 第一个新闻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碧桂园 遭到债权人呢在香港法院提出清算的申请 这件事呢在海外影响很大 在中国国内呢被淡化处理了 这个事非常大 这个就让碧桂园走上了恒大之路 那么这个事由呢 是因为一家香港永恒信贷有限公司就为支付的定期贷款和应进利息合计约16亿港币 于2月2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了针对碧桂园的清算 那么这个事为什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反响特别大呢 他这个就绕开了一些暂缓还债 甚至通过谈判来取得企业自救解困的方案 就取得债权人的谅解来推迟还款 那么这个申请法院的清算令呢是不跟你谈判了 你现在有多少资产拿出来分 那么如果是现在进入清算的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碧桂园就要彻底破产 那么如果碧桂园彻底破产 这个在中国来讲会引起年代的反应 因为他毕竟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所以这个消息来的有点快 因为碧桂园最终他会走上恒大这条路 但是一般的中国舆认为碧桂园会慢慢的倒塌 可能还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变成今天恒大 但没想到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清算请求 这个来的比想象的要早的多的多 那么碧桂园呢在第一时间就跳起来了 碧桂园在第一时间做出声明说 现在你绝对不能搞清算 一清算大家都死 你把我搞死 你们这些债权人也得死 如果缓一缓 我们在卢马利 说不定我们能够翻身 那么碧桂园目前已经聘请碧马威 以及盛德国际历数书所为顾问 在研究整体解决方案 那么碧桂园呢 他发布的公告说 如果现在开始清算的话 那大家都要倒霉 但是对碧桂园的这种威胁 这些债主啊 从目前来看 并没有接受碧桂园的这种威胁 如果现在清算都要倒霉 那是我16亿拿不回来 我可能能够分5亿美元回来 我如果等着你慢慢的推迟还债 你来自救 可能就会弄得像恒大一样的 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所以LT赞成了 这个债权人提出这个清算 因为你跟中国这些企业玩拖延时间 你看没有一个起始回生的 所以碧桂园要完蛋了 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第二条与中国房地产相关的这样一种新闻 也在国际资本市场引起强烈的反响 就录渡这个报道 标题是德日银行 逆向中国世贸集团提出清算诉讼 这就是第二次清算 所谓清算诉讼的就是 我不跟你再商讨了 因为在那之前呢 他们就骗人 哎呀再给点 再容我一点时间 我能够怎么怎么样大翻身 党和政府怎么支持我 怎么保交楼 什么白名单 这个世贸集团的债主们呢 也没有耐心了 也要提出来起诉了 那么世贸集团这次起诉呢 很有意思 他的诉讼方呢 居然是德日银行 德日银行看来是他贷款贷的比较多 而且银行对企业的了解 比其他的债权人机构啊 要了解的多得多 所以这也是德日银行判断 世贸没有救了 你还不如在他最后一口气断气之前 能抢回来多少 抢回来多少 你看这也是马上要面临破产的 第三条相关的新闻呢 是对今年2024年中国房地产 视察整体的形式的判断 路途社有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2024年中国房价会继续下跌 百分之零点九 还好这个幅度不大 路途社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些调查 在2月20日至28日期间的调查 结果显示 中国的新房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 百分之零点九 同时这个调查显示 说新房在2025年将止跌回升 大约0.5个百分点 那么第四个方面 与网友分享有关中国房地产的信息呢 LT认为呢 很重要 就如果是研究中国宏观经济 或者是学经济学的小朋友们 要写论文 那么这第四个方面信息呢 值得高度关注 你也可以进一步去挖掘 就中国的长江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吴哥 他最近发表了一个 在国际投行里边呢 算不上是一个很敏感很敏锐 或者是很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但在中国经济学家里边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份研究报告 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学家水平低 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 这吴哥 他这个报告 他是LT看到的来自中国的研究机构 第一份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全过程砂盘推演 全貌性的一种展示 就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 已经走上了一个泡沫破灭之路 不管是软着陆硬着陆 最终这个泡沫一定会破裂 水分会要被挤出来的 那么这个过程有多长 你包括刚才路透社在讲 什么时候是低谷 什么时候会止跌 那么长江证券的这个吴哥 他这个研究报告 LT认为还是令人信服的 他研究了中国房地产 这个泡沫形成 以及泡沫破裂的这种机制 他认为是与日本上个世纪的房地产危机 从内容到形态是非常相像的 他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是1990年 那么第一次小型危机的爆发 是到了1994年 就非金融机构就爆发了危机 那么到了1999年 就传递到金融机构 危机就爆发了 那么真正的房地产 房价见底 就危机进入最深的时刻 是到2009年 那么相对于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 他测算出来一个图表 也测算出来一个时间节点 他认为中国房地产危机全面爆发 是始于2020年 那么这一轮房地产危机 最终会使房价在2020年的基础上下降50% 这个也对应日本2009年的房价 比1990年下降50% 这样一个幅度路径大起相当 那么他描绘的中国这一轮的房地产危机 就不是像一般的经济学家 或一般的媒体讲 什么L型V型 今年见底明年见底 他认为从2020年开始 第一个危机点的爆发时机 比较集中的时机 是2024年非金融机构 危机的爆发比较突出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 碧桂园也好 世贸也好 大概率都在今年都要崩盘 这是第一个阶段 2024年 第二个阶段是在2028年至2029年期间 金融机构的危机就传递到金融机构了 就目前金融机构还能扛 那么到了2028至2029年 中国的金融机构就要普遍发生危机 那么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房地产的低谷到什么时候见底呢 到2039年见底 所以这样一个周期是前后长达接近20年 房地产危机才能够完成一个周期 这个LTA感觉的 这个可能更适合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市场 就大家幻想 今年崩盘明年崩盘 中国这么大的体量 这么大人口规模 它不会那么短的时间解决问题的 所以长江证券无歌的这个报告 是LTA看到的第一份来自中国研究机构 对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周期研究最深刻的一个报告 当然类似于这种分析 在华尔街投行里面有很多是这种观点的 但是来自中国内部的这种观点的分析 这个是LTA第一次看到 所以推荐给网友们 值得大家高度关注 特别是有一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以及一些读经济学的小朋友们要写论文 你们倒可以把这份研究再进一步琢磨一下 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最近中国官方都在研究 外国人到中国花钱不方便了 因为你现在中国到处 你要支付系统的话 都是要用什么支付宝 都是要用微信支付 那么这些都需要用中国的银行卡 外国人去了 有钱花不出去 不能用 那么最近党中央很关心 李强也亲自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专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中国的网联清算公司 就发表声明 他们做出决定 将充分发挥网络支付主渠道作用 持续优化来华人员支付服务水平 支持外卡内保 外包内用 它的含义就是呢 支持更多的境内的主流钱包上线 外卡内保 持续扩大 外包内用 所谓的外卡内保呢 说支持境外的居民 将Visa卡 Must卡等主要的银行卡 组织发行的境外银行卡 绑定至境内的钱包 实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的条码支付 无缝衔接 那么对于这个大新闻呢 海外的一些华人也奔走相告 这个是个好消息 LT想对这个新闻呢 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最近国际主流媒体也在发现这个问题 怎么外国人拿着银行卡 Visa卡到中国去 突然不能用了 现在中国政府呢 要改革 马上恢复用 就这个问题 大家越想越是个问题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以前不仅中国的Visa卡 可以在中国用 就中国自己银行发的很多卡 也是有Visa卡 或者Must卡 怎么到现在为止 Visa卡不能到中国用了 什么时间开始的 那么最近呢 随着国际主流媒体的挖掘 才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啊 从2015年开始 中共就悄悄的开始了 与国际脱钩 从2015年开始 中共就有意识的在习主席指引下 切断了中国与外国的银行卡的联系 就本来外国的银行卡在中国可以畅通无阻使用的 从2015年开始就不能了 这个呢 让最近国际舆论感到很震惊的 他们才突然发现 习近平是有意识的在脱钩 而且从2015年开始 因为现在人们谈论脱钩的好像是 2018年川普发的贸易战以后 中共是被迫迎战 那么这种内循环也好 也是被迫迎战 这个银行卡的事人家发现了 这还不是 从一开始都是中共主动挑起来脱钩 而且是率先脱钩 那么现在这个要恢复 维萨卡在中国能够用 它也只是部分的恢复 你比如说这种允许外卡内绑 你还是不能用啊 用外卡内绑 你怎么有微信呢 你说你申请微信 你没有中国的电话号码 你怎么申请微信呢 有人说你外国电话号码 也能申请微信 你可以试一试 你在美国的这些网友可以试一试 不太容易操作成功的 它里面有很多潜规则 你如果从外国人申请这个微信 那更难 因为他要求你有一个人 熟人微信半年以上的老客户介绍 你才能够申请新的微信 所以中国的这种脱钩啊 这种壁垒 它已经挖得很深了 现在为了GDP 突然需要外国人来花钱 他们才做出这种修补 但是这个问题本身 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就中共啊 早早的开始了主动于世界脱钩 而且这种脱钩的程度 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他这种脱钩 从今天看来是外国人不方便 实际上 中共他最早做这种脱钩 他主要是为了对内控制 就他希望能够控制中国人的 每一言每一行 每花一笔钱 中共都要尽收眼底 所以他把你花钱 与你的微信捆绑在一起 微信能监控你24小时 所以他也就能够监控你的 生活的一切方面 但这样一种呢 螺旋式的这样一种 控制啊 收紧的情况下 他逐步就把外国人就甩出去了 所以现在今天中国 对外交流大幅度倒退呢 他是方方面面促成的 这个银行卡 他只反映了其中的一个侧面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 在这次两会召开之际 在中国社交网络爆出来啊 最反动的这个提案 政协提案出现了 而且这个提案呢 是习近平最害怕的 以往民间有人提 一提就被封杀 那么这次居然有 全国政协委员 他提出来了 但是呢 他并不是直接了当的提出来 让习近平很害怕的这个提案 他是包裹在在中共来讲 是绝对政治正确 绝对是高达上的 这样一种提法的提案当中 夹杂了一个 中共最怕别人提及 习近平最头疼的问题 居然写进了提案 那么这个政协委员自己呢 也把这个提案呢 事先向媒体公开了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看看这个最反动的提案 是怎么出笼的 当然他最终 他会被中共扼杀 但是提出来本身这个 LT感觉还是很受震惊的 中国的这个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中国水稻研究所的所长 胡培松 提交了一份提案 你看这个提案的标题是 关于如何提高 重量农民积极性的提案 你看这个提案 多么政治正确啊 提高农民重量积极性 习主席经常讲 粮食安全问题 你看这个问题 不可能有一点问题 政治上绝对是高达上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提案的具体内容 提案的具体内容呢 它是这样来描述的 说当前我国粮食生产 总体稳定 单产不断提高 总产稳定增长 但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 劳资成本不断上涨 政策激励效应下降 农民种粮 效益低 原粮销售价格不稳定 等不同程度出现 严重影响 主产区 农户种粮的这个积极性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你看这个没有问题吧 他接下来提案当中讲到 农民种粮有四个痛点 第一 种粮效益低 原粮销售价格不稳定 第二 农户卖粮不容易 政策保障农民利益不足 第三 补贴不足 政策调整损失大 第四 灾害重 保险力度不够 你听到这个地方 有没反动的 没有 全部是政治高达上的 那么第二部分 就是胡培松医院士提的建议 就是也是他这个提案的主要内容 他说第一呢 要提高重粮农民的养老待遇 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 绝大多数农村集体收入和居民收入 较少 农村养老资源不足 分布不云 农民基础养老金仅为城镇职工 养老金的5.26% 为此建议切实提高重粮农民养老待遇 真正到60岁 尤其是70岁以后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才能有吸引力的职业 大家听出味道没有 在高达上的要鼓励重粮的这个政治正确的提案当中 这个最反动的这个提案呢 他就出容了 他就包装的这个重粮的里面 提出了让习近平让中国共产党最头疼的问题 就同人不同命 在中国城镇人员的养老金是农村养老金标准的十几倍 你看农民的基础养老金为城镇养老金的5.25% 这个差距啊是巨大的 不光是养老金差距 还有医疗也是差距 所以中共呢 他用了一个虚假的概念来欺骗中国社会说 养老金全覆盖 农民也有养老金 城里也有养老金 但是中共从来不愿意正面的面对这个现实 就农民养老金比城市养老金的临头都不如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建议是最反动的建议呢 反动当然是打引号对中共来讲 所谓的反动是对中共的政治基础是有挑战性的 为什么习近平是最头疼这种建议呢 因为一旦实现中国人呢 统一的这个养老标准医疗标准 那么目前的财政就要崩盘 你也不可能去见什么辽宁号 山东号福建号 习近平搞的那些什么强军呢 也没那么多钱了 全世界大傻逼 他也装阔气装不起来了 那么习近平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 他就是从中国老百姓的这样一种 基本安身立命的这个基本社会保障上 改由可扣下来的钱 他在国际上去办大款 他在玩他什么强军游戏 这个是代价 那么这个胡佩松院是呢 其他的一些建议呢 那又都是一种的政治正确的 那个都没有问题 你说第二条提高重量农民的肢节收入 第三提高重量科技水平 第四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 第五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他就在第一条建议里面 他包裹夹杂了这个城乡统一养老金制度 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以往是在中国民间有人提 但是你不能够公开讨论 一讨论就要删帖 更不能够在两会上提 因为在两会上 你只能讲 习主席的光辉啊 照耀的城乡民众 农村现在过得很幸福 比城里人还幸福 中国共产党他就怕社会议论 农村与城市的人 是会保障天壤之别 如果中国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 都要发生变化 你如果农村与城镇的养老金 医疗都一样了 那中共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户籍制度了 因为他身份证监督啊 什么健康码监督 他全员监督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现在保留这种户籍制度 他就是要在中国制造三六九等 他就是为了可扣中国一半人的这样一种社会保障 用低人权 低社会保障 来筹集中共的维稳经费 来筹集中共的军费 来筹集中共的这种啊 什么对外的低效援助 来恭喜习近平的挥霍 所以LT看到胡培松院士的这个提案呢 还是感到很震惊的 当然了也非常欣赏胡培松教授啊 他的这个智慧 你看他如果提出来这个养老金呢 农村与城市同意标准的话 那肯定提案过不了关 人家提案提的是如何提高重粮农民积极性的提案 这个提案谁敢阻挡啊 这完全是跟习主席的想法是一致的 所以在包裹着这个重粮响应习主席 粮食安全的号召情况下 夹扎这个农村养老金的问题 这个还是很聪明的 这个首先是高度评价 胡培松院士的这样一种智慧 第二呢 LT想做的评论 就中国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 城乡啊 两重天的这样一种治理模式 这是中国人权呢 最大的弊病 也是全世界范围内 极少的政府 把人呢分成人为的分成几个等次 在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上 在政府的社会保障上 公开的制造人与人的不平等 而且号称还是社会主席国家 而且还讲了一大堆的初心 你看中国共产党从他建政以来 他就歧视农民 从他建政以来 他就让农民是二等公民 这个很奇特 而且也没有看到农民有那么大的不满 那么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 目前呢 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也正在准备迈入高输入 阶层的国家的这个行列 尽管差9% 但是中国的农民被打入另侧 中国农民要想成为这个国家平等的一员 还遥遥无期 所以胡院士的这个提案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到这个问题 因为LT看到有一些年轻的网友啊 特别城市的网友 到了美国 在美国定居 有时候LT与他们谈论的时候呢 他们不亦未然 哎呀我们见到农民呢 富裕的一大糊涂 我们那个上海郊区农民呢 比我们都富裕 拆迁房好几栋 所以农民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中国更多的农民 上亿的农民 仍然是生活在中国的这个 贫困线以下 而且他们是体制给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政府给他们 生来贴的标签造成的 人为造成的 所以这是个世界级的人道灾难 第三个想要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胡院士这个提案 LT认为呢 最终它会被修改的 它最终会保留如何提高重量农民积极性 这个会保留 其他内容呢 他会给他改的面目全非的 特别是这个养老啊 成乡一致 他会把它拿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可能这个结果 这个胡费松 他才在两会之前 公开把他这个提案 主动向媒体曝光 所以LT认为啊 这个胡费松教授还是勇敢的 他下一届啊 可能这个政协代表就当不成了 但是LT要为他这样一种敢于 在两会上提出农民的养老保险 只有城镇养老保险临头的问题啊 这个值得中国全社会来关注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